听说你放弃演出了 你很聪明 知道宇童和演出之间 你只能选择一样 你放弃演出 是不想让宇童耗尽我 但是艺术是残酷的 一辈子 也许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你不后悔吗 我当然是很渴望成功 我也很享受 掌声和鲜花的荣誉 但如果要我两者选择一个 我永远也不会放弃宇童 所以我不会让她为难 易小棉 你说的话我很感动 但可惜我们是情敌 北教授现在已经站在我这边了 宇童最终也会回到我身边 你现在的坚持 只会让你今后更加后悔 如果我现在选择妥协 我才会后悔一辈子 祝你演出顺利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 远道而来的嘉宾 蒋子虞小姐 她将为此次典礼演奏祝贺 易小棉 你现在的坚持 只会让你今后更加后悔 等等 对不起 我希望大家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绍 我叫北宇童 我是北振华教授的儿子 对于我爸爸的在语归来 我内心觉得非常自豪 所以我要在这里 忠心地祝贺我爸爸 恭喜你 同时我也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因为我记得 你曾经跟我说过很重要的话 你说 你的根就在这里 就在你的故乡 不管你的人在哪里 也不管你获得什么奖项 是这里造就了你 这句话我以前不懂 但是现在我懂了 我明白了 我也理解了 因为我也是 在我的故乡 这一片土地上 找到了一个 让我十分珍惜的人 一个愿意跟我相伴一生的人 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希望 可以借今天这个机会 我想请她 到台上来 为我爸爸演奏一曲 不仅仅是代表我 也是代表我们一家人 忠心地祝贺 我们的爸爸 北振华教授 在这里我还要忠心地感谢一个人 她就是蒋子瑜小姐 没有她的配合 我就不能给我爸爸一个 这么大的意外惊喜 请大家欢迎我的女朋友 易小棉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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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你带醒了 不管怎么样 今天这个大事说明的代理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从你手上抢走他 要是你真的担心 真的害怕的话 那好 一直看着我 我一直陪着你 走吧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时在我耳边响起的不是悠扬的琴声 而是怀表指针滴答滴答不停转动的声音 那是我停滞的人生 又重新开始转动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怎么搞的 为什么不阻止北玉桐 为什么让她出人头地 出尽了风头 你为什么要选择退出 梦董 我希望您明白 我不是你的下属 任何事情 我都有自己做主的权利 你跟一小年的恩怨怨与我无关 是吗 年轻人我可告诉你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的 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走到那一天 再见 别说我这个助理不称职啊 喝杯咖啡提提神吧 谢谢咖啡 什么东西这么干啊 还用说吗 大话改建了 一气工程就要开始了 不过这个老宅的去留还没有定 早已经有定案了呀 梦董会不惜一切代价拆掉那栋老宅的 那我只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挑剔的客户 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既不影响工程 也会让他心甘情愿地保留老宅 算是挑战我的设计水平吧 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跟北宇童较劲啊 较劲啊 因为在这次颁奖礼上 北宇童为易小年做出那么震撼的举动 你打心底里面不服输 宇童为了小年不顾一切 我佩服 我没有把它当成对手 而且 保留老宅是我对小年的承诺 我只是实现承诺而已 你忍成那么犀利 那倒不如过来帮我看看图纸吧 来啊 以前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设计人才吧 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总不能光说不做吧 谢谢你的咖啡 你啊 可是第一个认真看这份图的人 叶航轩 比起被北宇童保护的一小年 我更羡慕那个住在你心里的一小年 我更羡慕那个住在你心里的一小年 试金子总会发光的 接下来 你就不要再荒废私底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回到乐团 是啊 领导层一致决定 恢复你乐团的工作 快去资料室收拾收拾吧 我不同意 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 易小眠 你昨天能够重返舞台 靠的是什么 你应该心里比我更清楚的 靠的是你的男朋友 是后门 对吗 不知道啊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机会是敲门转 但是 小人的实力大家伙是有目共动发 仅仅的一次表现好 那能叫实力吗 他的水平是忽上忽下 这只能让整个乐团的人 跟着他一起提心吊板 还有张总 我才是这里的艺术指导 所有乐团的人员安排 应该是我该受了算 不是 这是工作调度 让绿里已经出来了 梦知道 我是真的很想回到乐团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在我这里 只有实力 没有人心 我可以当替补 替补 替补 对 我不用参加正式的演出 但是 如果你们需要替补的话 就用我 谢谢 小明 我说卫珍啊 你我同时十几年 我说你这个不尽人情的脾气 怎么怎么就不能改一改呢 你知道什么 我这才是在保护他 我说你这个艺术总监 生活太没有分量了吧 大剧院居然要恢复易小勉的工作 姑妈 演出当天您不是也在场吗 那易小勉的表现 那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社会反响又很好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能算了 就算我现在说了算 又能坚持多久呢 这个小女子 居然在我的眼皮底下爬起来了 我看您最好还是有个心理准备 这个易小勉恢复工作 我觉得是迟早的事 行了行了别说了 这个小女子为了几经乐团 真是不择手段 她宁可当替补 她脸皮可真够厚的 行了 您就让她当替补 永远等机会 让她一辈子都上不了场 她想出人头地 做梦去吧 妈 孟董 这是大华项目的改建方案 我已经完成了 请你看一下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工程和设计 用不着你来操心 够了 够了 我不想做一个废人 好 既然你现在那么有时间 就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公司花了这么些个钱 请了这些记者 都在给易小勉做宣传呢 难道你想花钱请记者 故意抹黑小勉 好吧 好 好 好 杭轩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 结婚 你让我顶着总监的头衔 领着总监的工资 却整天把相亲当成是全职工作吧 你从小到大几斤几两 我能不清楚吗 你走的每一步路 不是都是我给你设计好的吗 我就怕这么一松手 你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有一个教训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年就是对你爸爸太放纵了 造成我一辈子的痛和一辈子的错 这种错我不会再犯第二次 杭轩 在你接手加荣之前 我不会让你出任何疲漏 讲文了吗 对不起 我没再听 你从小到大几斤几两 我能不清楚吗 在你接手加荣之前 我不会让你出任何疲漏 多了 你对不起 还没得到这里 我心里面对你 提手干什么 几斤几两 突然开户 排手 是没有其他人 蓬勺 我colgo 我不是被他搜索 全麦加蛋 口味没变吧 怎么了你 心变了连口味也变了吗 昨天的事谢谢你 是你把机会让回了想念 别把我说得那么伟大 我只是骑虎难下 没办法只能放弃 不过这件事情 让我看清楚一点 至少我对你的坚持是正确 像你这样处处为女朋友 着想的男人 哪个女人不想拥有 你也别把我想得太好了 说到底我恐怕永远没有办法 让你和小眠同时得到幸福 所以我就该是被放弃的那个吗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每天在俱乐部 能看到你了 我已经很幸福很满足了 你别这样折磨自己好不好 就算你真的每天来这里看我 你真能快乐吗 但是如果看不到你 我连痛苦都感觉不到 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 你真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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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瑜 你是不是忘了 你以前多么想成为一名医生 当初你为什么放弃学业 为什么离开你 如果有机会 你应该重新回去学习 重新实现你的理想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好不好 好 吳玉头 我从来没有想过 让我走的那个人会是你 我现在在你心里面 是不是特像一个过期的罐头 你想赶紧把我给扔了 反正现在 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你等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弥补我 你可以答应我两个要求 第一 以后你每年的生日 都给自己买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 上面插上十八根蜡烛 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快乐 永远停留在第一点 这我可以答应你 另外一个呢 跟我在一起一个星期 瞒着一小面 这绝对不可能 吕童 你别让我看不起你好不好 白玉头 爱情都没有了 希望也没有了 我还要那些罪严干什么 自从一小棉把我 从你身边抢走 越是幸福越是开心 我就是越痛苦 我也要让她尝尝 她的男朋友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那种只能等待的滋味 她是我这个世界上最恨的女人 为什么你现在变得那么偏激啊 爱情本来就是偏激的 我知道 我现在不是那个理智的蒋子鱼 不是你回忆里那个 让你喜欢的蒋子鱼 我只是一个女人 我只是一个被男人抛弃的女人 那些气度胸襟 偷偷与我无关 因为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玉头 如果你还想我 继续尊重玉头 什么都没说 玉头 别装了好不好 我叫你别装了 你手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问你的手怎么了 说话呀 你给我看看 怎么会这样 感谢观看